为了保护心爱的人 哈利王子离开了英国王室 告别了那里所有的亲人 目前他和梅根身边唯一的亲人 除了孩子 就只有多利亚 梅根很爱自己的母亲 可哈利天天面对着岳母 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都说婆媳关系很麻烦 岳母和女婿的关系 也一样棘手 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 可见哈利王子和多利亚的关系 也有可能变得相当复杂 现在哈利王子和梅根 有了两个孩子 他们两人不需要做全职工作 大部分的时间 就是守在家里 看着自己的两个娃 梅根的母亲多利亚 也时不时来穿门子 只不过 她从原来的短暂停留 变成了现在的常住 经常生活在一个屋檐下 哈利王子和岳母的关系 渐渐发生了变化 她在过去 经常会感谢多利亚 帮他们带孩子 现在 她经常会一个人带阿琪 和莉莉贝特出去散心 不想和岳母 产生过多的交集 据澳大利亚杂志 Women's Day报道 哈利王子看到多利亚 时破时就来家里常住 她感到非常的心烦意乱 她认为岳母 干扰了她平静的生活 让她没有和梅根 单独相处的时间 知情人称 自从哈利夫妇搬进 加利福尼亚州 蒙特西托的大别墅后 多利亚就成为了这里的常客 她经常会来看他们 在很久以前 多利亚在这里 坐几个小时就会回去 在最近几个月 多利亚在这里 待的时间越来越久 甚至会在这里 住很长的时间 哈利夫妇的亿万别墅房间多 岳母来住几天 在哈利的接受范围 但多利亚不仅仅是住在这里 这么简单 她还时常会帮他们拿主意 比方说孩子的教育问题 还有这么大的房子 该如何打理 她全都会去管 梅根对于母亲 那是百依百顺 自从多利亚过来以后 她一直就在所有的问题上 和母亲有商有量 她很尊敬母亲 大部分的时间 哈利王子都必须要听多利亚的 由于家里的一切 都被梅根和岳母管着 哈利在家里的地位 一落千丈 她平时就只能带带孩子 在家里所有的事情上 都插不上话 这让她感到十分难受 其实 哈利王子认为 岳母多利亚的人品不错 她和她在一起 却相处得不太和谐 有的时候 哈利王子会选择逃避 她会带着两个孩子去玩 借此远离岳母的视线 为了梅根和孩子 哈利王子大部分的时候 都选择沉默不语 可她脸上的表情 让岳母知道了 她真实的心情 哈利时不时会表现得很生气 有的时候 还会发一些 无关痛痒的牢骚 无形中 让岳母感觉到一些压力 有时候 会惹怒多利亚 站在母亲的角度出发 多利亚来帮哈利夫妇 她是出于好意 两个孩子 着实需要更多人来照顾 哈利王子和王室成员的关系 已经很僵了 她本应该引以为戒 改善和多利亚的关系 她却背道而驰 她真应该好好学习 如何处理家庭关系 接下来是 凯特多才多艺 样样型 无需太精 卡罗尔的王妃定相 培养太成功 凯特·米德尔顿 因为在英国观众 和全世界的王室粉丝面前 再一次小鹿才琴 又赢得了掌声一片 在由其牵头主持 并获得英王室基金会 大力支持的 王室颂歌 一起过圣诞节音乐会上 剑桥公爵夫人 一袭红色的 凯瑟琳沃克的 中国红大衣 搭配同色系的 Johnny van Rossin高跟鞋 优雅地坐在一架 巨大的黑色三角钢琴旁边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 教室礼堂里 四处摆放的蜡烛 散发着 昏暗晕黄的烛光 歌手汤姆沃克 在凯特的伴奏下 深情地演唱着 这那些 不能在这里的人们 充满节日气氛的画面 美好浪漫 舒缓的音乐 悦耳动听 感人肺腑的歌词 治愈温暖 别让浓情氛围 瞬间拉满 在一个寒暖的冬日里 这一切的结合 会成了人们心间的一缕暖牛 尤其是坐在钢琴后的凯特 当婉转悠扬的琴声 从这位英国未来王后的指尖 缓缓流出 凯特作为未来王后的迷人风采 卓越的才情 优雅的仪态 都让无数的粉丝们 蛰伏和惊讶 要知道 在这之前 凯特的身上 已经被贴上了 多才多艺的标签 他擅长运动 网球 乒乓球 取棍球 翻船运动 各种运动 样样型 他擅长画画 摄影 做手工 换句话说 这就是个 得志体美劳 全面发展 综合素质 过硬的 好孩子 然而 已经这样多才多艺的 剑桥公爵夫人 竟然还会弹钢琴 他什么时候学的 临时抱佛脚 还是早有准备 未雨绸缪 要在这样大型的音乐会上表演 临时抱佛脚 当然是行不通的 答案自然是 后者 事实上 凯特现在获得的一切赞誉的背后 除了自身足够努力和用心外 还少不了他的母亲 卡罗尔·米德尔顿 对于女儿的王妃定向培养 凯特在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学习钢琴和唱笛 唱歌和乐理都达到了五级水平 18岁之前一直吹唱笛 据悉 在本格伯恩市的圣安德鲁 玉科学校读书时 凯特曾在室内管弦乐队 担任唱笛手 还在一个名为Totty Lodist 乐队组合担任唱笛演奏 但事实上 在他11岁时 凯特当时的钢琴老师 丹尼尔·尼克尔斯 就曾断言 我认为他永远都不会成为一名 音乐会钢琴演奏家 我们都知道 要想成为大家 除了清学苦练 更重要的是 与生俱来的天赋 不过好在 卡罗尔也没有让女儿成为大家的心 无论是成为王妃 还是做好王后 需要的都不是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 这个职位需要的是一名综合能力超级强的选手 凯特的人生 从某个角度看 可以大致分为如何成为王妃 和如何做好王后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凯特早在十年前就顺利完成 第二个阶段 有英王室专家说 他至今仍然在学习 要想成为一名王后 除了多才多艺 情商 智商 双商再现 凯特还需要做到 言谈有方 举止有度 有大格局和大胸襟 目前看来 凯特的表现 是让英女王和英王室 及英国民众满意 甚至是有些惊喜的 当然了 凯特也非常喜欢和热爱音乐 音乐对于这位三个孩子的 王室妈妈来说 具有治愈的力量 在为圣诞音乐会 录制的预告片中 凯特说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 音乐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我想很多人也是如此 他的一位朋友对媒体说 在疫情封锁期间 音乐对他 凯特来说 真的非常重要 弹钢琴给他带来了 巨大的安慰 所以他在封锁期间 经常弹给孩子们听 他还意识到 音乐能将人们团结在一起 尤其是在困难时期 就是这个原因 他非常希望 以这种方式 参与到汤姆的表演中来 利用自己的专长和热爱 在特殊时期 出色完成了 圣诞音乐会的录制 给无数英国民众 送去了鼓舞和勇气 这位英国未来的王后 还真是迷人 这里还要题外附一句 因为这场音乐会 汤姆沃克的这首单曲 在盘行榜上窜红 12月26日 接受媒体采访时 这位著名的苏格兰歌手说 自从音乐会播出后 这首歌就很受欢迎 在盘行榜上 一下子上升了57位 我现在可能要欠他 凯特板税了 他给我写了一封信 感谢我给他这个机会 但实际上 应该是我感谢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